大家好,我是Miss Carol 上次在影片中 我跟大家說 我會在這個影片中介紹一些更加好玩的遊戲 這個遊戲我分為聽、講、讀、寫 是對一些音的感覺 它們這個感覺是不需要看到字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初期學拼音的時候 我們要玩多一些這些遊戲 它就去拍攝 你說拍 它就拍 說一些字 你聽到這個音,你就拍手了 這些都是Phonological Awareness的訓練 我介紹一個遊戲 是它可以在家裡走動去玩的 事先將它一些玩具選出來 target了有幾個音 有S、有P 叫小朋友把那些玩具分類 P字這樣 找P開始的東西 如果它有煮飯仔 那是不是有Pen 就把它擠進這個盒裡 它可以用Pencil 如果它有熊貓 用Panda玩具 又放進去 或者家長可以預備這些籃籃 是有幾個音節的 等它等巴士的時候 排隊等喝茶的時候 很多時間 玩一下數音節的遊戲 飛機這樣 有三個音節 Aeroplane Aeroplane是英式英語 但是如果美式英語 就是Airplane 那是兩個音節 很多教材 亦都只用Planes 就是一個音節 跟它數一下這些音節 Taxi Taxi 這樣跟它拍兩下 或者是跟它數Taxi Bus 是一個 講的遊戲 你可以做I Spy這個遊戲 比如說你跟它在街上走 你看到巴士 你可以說 I Spy Something Very Big It Has Double Decks What Is It It Ends With 它看 它看不到巴士 不是跟你說Bus 那就對了 Jolly Phonics的動作 S-A-T-I-P-N 我在這條影片 示範了給大家看 叫它說那些音出來 然後Bland 是什麼字呢 對了 你跟它去街 喝珍珠奶茶 你叫它絕一口 你叫它絕一口 又可以猜絕的英文 是什麼字呢 Sip 對了 絕那個飲館叫做Sip 知道是什麼意思 是有意思 現在要它說一個 比較難的字 可以猜不猜到嗎 對 對 Sip 讀 讀方面呢 你可以放些字卡在地上 比如說 你放了S-A-T-I-P-N 在地上 你叫它踩著A 就說A 踩著T 就說T 亦都可以叫它連續踩三個 然後Bland 在一起 剛才不是給大家看那個 攬那個遊戲的 這個 如果大家 是不說那些玩具的 叫它自己去找的 那它的心裏面是不是要讀 那這個也是讀的遊戲來的 它心要讀到那個字 Buz 有S的 那它就去找巴士的玩具 譬如說Snake 你家裡有玩具 它記得它有蛇 開始的 那它就找一個Snake 放在籃子裡 家長可以在家找一些 S-A-T-I-P-N 開始的玩具 要小的 叫小朋友心裏面 讀那些玩具的英文 S 開始的玩具 就放在S的column 如果是大一點的小朋友 你可以print一些字出來 就像我上次介紹那樣 用一些DOT-DOT-DOT 就叫它指著DOT 就讀一個DOT 就一個音 好了 寫了 寫這個 是要給K2 寫得到字的小朋友 有些K2 都不夠力寫字 而且它形不到那些shape 所以 最好就是K3以上 你做些動作 然後它寫出來 TAP 它就寫了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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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難一點 對了 Snap Snap your finger 我不會Snap 沒有聲音的 好了 大家滿意這次的 聽 講 讀 寫 有 小朋友它形成字 形成字的shape 就像這樣 H 這樣又動起來 G 下面又下去 這樣 如果是形成形 它要形成很多很多字 是負擔來的 所以 拼音雖然要用很長時間去學 但是也是值得 我經常都說 爸爸媽媽是小朋友最好的老師 因為是有個愛在 他喜歡爸爸 喜歡媽媽 那你教他 他會很樂意去學 當然 如果是他一錯 你就罵他 他當然不喜歡學 所以就是 大家要鼓勵 讚他那個過程 不要著重那個成果 因為每個小朋友 都是很獨一無二的 不一樣的 有些小朋友會快些 有些小朋友真的會慢些 拼音是要不斷地練習多些 多些跟小朋友玩 如果你覺得這段片有用 麻煩你分享出去給其他家長